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那名女弟子的眼中闪过委屈之色 感激的看着李云霄 说道 云霄大人 若是施展幽民一击的话 怕是维持节节的时间 还要再减半 李云霄也有些头疼起来 将战舰上所有原石全部收集起来 还有大家都将自己的原石都拿出来 能多顶一颗试一颗 这种鼠巢不可能无休止的下去 肯定有某种关键因素 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 对 正是如此 青龙盲道 大家将自己的原石全部拿出来 应该就够用了 他率先取出一个储物袋 里面竟然有三千多万块中品原石 李云霄转声说道 木屋 木屋心中一动 看着李云霄的目光 点头苦笑道 我明白 他整个人悬浮了起来 随后朝着战舰之外冲了过去 他这又要做什么 众人都是一惊 木屋直接冲到了节节之外 一层防御在周身展开 抵挡着林鼠的撕咬 随后大火一声 璀璨的光芒在身上聚集起来 汇聚成一道闪烁的全盲 狠狠的朝前面轰了过去 白色光芒划过长空 林鼠群立即死伤一片 被轰出了一条笔直的通道来 同时领域之力铺开 如同扫帚一样 将群鼠往四面八方扫去 战舰上节节承受的力量顿时一轻 木屋做完之后 整个人掉头 就回到了战舰之上 脸色微微有些发白 喘息着笑道 我大概还有斩茶的功夫 就要失去力量了 趁现在实力还在 给大家开条路出来 减少节节的损耗 青罗眼中一亮 赞道 不错 只要不断的派出高手出去 清扫老鼠 这节节一定可以多支持许久 他的目光 开始在圣火殿众人身上扫过 意图很明显 圣火殿众人都是脸色微变 一个个轻轻的冷哼起来 显然不服气 青罗也是重重的哼了一声 说道 这种任务 你们这些男的不做 难道 让我们女子去弄不成 别忘了 这战舰是我们天一商会的 若是不服从 就还请几位出去 叶凡伸手拦住了 想要发火的逢楚 对着青罗笑道 青罗大人说的极是 这种恶心的事 的确应该由我们男人去做 李云霄看着叶凡的眼神 多出了几缕赞许之色 现在正是要齐心协力的时候 千万闹不得内讧 他担忧的看了一眼外面的 林鼠群 铺天盖地的望不到边 就算是他的心理素质 也有些发麻起来 战舰将速度开到最大 飞速地在这鼠群当中穿梭 直到下一次再被鼠群包围 无法前行半分 这个时候 目无的力量已经被封印起来了 七光冲了出去开路 李云霄则是回到了修炼室当中 开始沉浸心神 查看丹田之内的戒神碑来 在压碎了对方的玄气之后 戒神碑也似乎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一直悬浮在丹田上 如同死祭一样 他灵魂显隐 在碑内的世界里 也感觉到了灵气变得十分稀薄 似乎和魂天怡的那一下碰撞 几乎耗尽了他的力量 云霄 怎么回事啊 突然段月出现在他的身侧 闷声说道 你这玄气似乎遇到了对手啊 被打瘪了 先前那一击之下 几乎所有的灵气都被抽了出去 李云霄满脸忧心的四处望了一下 单手捏绝起来 大地之上腾起两道颜色的力量 一红一黄 腾空而起 伏在两人的四周 正是御界之力 段月骇然的震惊道 这御界之力只有这个程度了 你压的遇上五地了 李云霄苦涩的摇头说道 也是一个超频玄气 段月震惊的脸孔极其夸张起来 张大嘴巴骇然道 诺亚之舟真的出现了 而且你还对上了 李云霄苦恼的将事情大概的说了一遍 看着戒身碑内淡淡的灵气 有种死气沉沉的感觉 气恼道 好不容易才弄起了一点生机 这一下又被打成了这个样子 段月咽了一口口水 艰难的说道 你还不知足 你把人家的超频玄气都给震碎了 这 他有些难以想象 哀嚎道 天哪 超频玄气也能碎吗 李云霄则是没有心思听他扯 皱眉说道 看来还得回一趟岩武城 或者去最近的万星谷和世魂族 找到他们的灵犬之眼滋养才行 段月浑身哆嗦了一下 惊骇道 万星谷和世魂族 云少 我们还是回岩武城吧 李云霄身影一闪 就消失在戒神碑内 想起魂天遗上的金色蝌蚪文字 开始沉思起来 那些文字和大戒神诀上的 显然是同一种问题 当时商看到大戒神诀后 那种激动异常的神色 定然是知道一些什么 而自己也强行记下了不少 只是难以理解其中的玄奥 他心中一动 开始在脑海当中进行统计分类起来 目前为止 一共见过五次这种文字 第一次是大眼神诀 第二次则是天荡山脉之中 第三次是大戒神诀 第四次是须弥山内 第五次便是那太威浑天遗 这些地方和东西全都是玄奥无比 晦涩难懂 到目前为止 能够真正掌握并且明白其含义的 只不过寥寥七个文字而已 而且每一个都蕴含着无上的规则之力 威力无穷 但是他脑海之中记下的便足有366个 若是能够通晓全部含义的话 那 李云霄突然觉得一种恐怖的感觉在身上蔓延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 双目当中光芒闪动 此刻 在妖元的某处地方 灵气弥漫 一片阴晕之气冉冉升起 四处灵气化成雾水笼罩 好似仙境 一道青色的光芒从天而落 射入雾水之中 将四周的灵气震开 露出那清光内的人影 正是小青 一脸的苍白 而且身上的光芒随时会消失一样 他轻轻的坐在那灵气化液之中 双手捏了个硬绝开始调戏起来 一圈圈的光芒在他身上浮开 开始与四周融为一体 突然一道细微的声音传来 小青 你受伤了 在小青的前方浮现出一个巨大的老鼠虚影 淡淡的若影若现 正是这妖元之上所有五行士林鼠的皇帝 小青从那融入天地的感应当中 回过神来疲倦地睁开眼 说道 蜀黄 我需要你帮忙 蜀黄的身影渐渐地阴湿了一些 说道 可是帮你报仇 小青微微地点了点头 这次来妖元的舞者当中 那些妖族之人对我的威胁极大 而且他们的目标就是我的本体 万古长青树 其中的厉害关系 想必你也是知道的 蜀黄低沉的声音传来 说道 我自然知道 若非你本体的滋养 这片妖元不可能成为我孩儿们的乐园 小青续续地说道 我们之间应该是互相依存 若非你的足类一万年 吸收我本体上的灵气 我的本体早就进化到了至极 被天地规则所灭了 毕竟我不能像小五那样 利用凤凰之火无限制的涅槃重生 正因为你们不断地啃食吸收 才让我的本体一直维系在平衡的状态 我也才能在这数千年中划行而出 他凝望了蜀黄一眼 原本我们任何一方的危险 对另一方来说都是致命的 但是我现在已经划行而出 渐渐地脱离了对本体的依赖 而你们却不能 但我也不希望自己的本体被人所用 也应该明白的 蜀黄沉深说道 我明白了 不仅仅是你的敌人 而且似乎也有专门针对我族的敌人 潜入进来了 由于我一直关注着这次进入妖园的高手 所以忽略了和手下的联系 现在五行蜀王当中 只剩下水行蜀王还在 其余的已经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小青瞳孔一缩 随后恢复了平静 失笑起来 还真有人不长眼 在这妖园之上存在了无数年的五行士林鼠一族 竟然也有人敢惹 蜀黄 你太久没发威了 大家都以为你是病猫了 蜀黄身上的气息渐渐冰冷了起来 沉身坑道 这些该死的人类 每次穿越妖园的时候都要杀我不少孩儿 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不是太过分就任由他们去 想不到现在 竟然打起了我五行蜀王的主意 弄不好 最终目标还是针对我的 看来 也是时候 该给这些人类一些教训了 小青点了点头 突然脸上满是凝重之色 问道 对了 那封印破解的如何了 蜀黄沉默了起来 叹道 牺牲了我无数的孩儿 依然找不到破解的关键 真不知道当年布下这封印之人 到底是何等逆天的存在 哼 还能如何逆天 如今这片天舞界下 只有九天巅峰而已 小青冷横道 那些神境我都见过 只不过这数万年来 那人的确是首屈一指的高手 他封印在我本体之内的 至少是件尾神器无疑 蜀黄沉思道 这次大批舞者涌入妖园 会不会就和那尾神器有关 也许是这数千年来 我们不断的破解封印 让里面溢出的力量 被人察觉到了 小青叹道 蜀黄 你真以为我们的力量 可以撼动那封印 这种力量的溢出 应该是那人故意设定下来的 我们也是凭借这股力量的影响 你才能开启灵质 而我也才能化形而出 今日之举 我怕是那人在数千年前 就已经设定好了的 就已经设定好了的